曾经以塔罗牌来骗倒前总统陈水扁的黄奇 因为冒名国泰集团千金来订饭店 一审被判一年十个月 昨天到了高院来出庭的时候 他整个人是昏昏沉沉的 律师问他他也不回话 最后请来救护人员帮忙 奇怪的是他的血压脉搏都正常 但是黄奇似乎就是没反应 直到法官说要做疼痛测试 他才说有点不舒服 就怕延误了整个庭期 最后只好先将他送医 黄奇现身法院准备出庭 但他一看到媒体马上用毛巾盖住脸 不过还没等到法官问话 马上就被救护车带走 黄奇躺在救护车里 稍微睁开眼睛 看到媒体一涌而上立刻闭眼 原本上次透露想解除委任的律师 这次又再度披挂上阵 有想要解除委任 那这一部分呢 是不是有事是其他的关系 再看吧 再看吧 正义塔罗派骗倒前总统 陈水扁的黄奇 因为冒名国泰千金定饭店 一审才被遗诈欺罪判刑一年十月 案件进入二审 8号上午召开审理庭 没想到他在庭上 法官不断呼唤他的名字 他就是没反应 请救护人员到庭座疼痛测试 才掐他一下 黄奇马上嗯的一声 审判长吴炳贵直觉这一定有鬼 但见他状况只会耽误停棋 只好先把他送一再说 血压 血洋都正常 生命迹象也还算稳定 对于这个压痛 这么似乎没有反应 但黄奇每次出庭 真的可以说是花招百出 出庭一定坐轮椅 最近几次都包上不同颜色的毛巾 这回更是直接病到 看起来叫不醒 没反应 每次开庭每次都有病 不管是透过律师说自己中风 或是要妈妈跟律师向法官请假 说他住了家户病房 法官甚至为此当庭动怒 还对律师呛了重话 但这次被告黄奇似乎更厉害 不等法官动怒 就先中了急诊 即使我们到领导闲张世奎 台北采访报道